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4月14号星期四 习近平终于得上所愿 把自己的军事力量延续到了欧洲 塞尔维亚成为了欧洲第一个 拥有中国导弹的国家 能够做到这一点 要感谢伟大的英明的领袖 拜登主席 不是习近平主席 是感谢拜登主席 有拜登主席的帮忙才能做到这一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中国向塞尔维亚运输了军容物资 是两国年度合作的一部分 并不针对任何国家 与乌克兰或巴尔干目前的局势 也毫无关联 美国严厉警告 说塞尔维亚不要购买中国的导弹 说如果塞尔维亚希望加入欧盟 或其他的西方联盟的话 那么你的军事装备必须要顺应西方标准 要买我们的导弹 不能买中国的 但是塞尔维亚根本就不听 塞尔维亚总统武器旗证实 从中国购买了FK-3防空导弹系统 武器旗在塞尔维亚国防部发表的声明中说 说中国FK-3防空导弹系统 是塞尔维亚合法购买的防御武器 美国希望借此向全世界展示 塞尔维亚作为中国和俄罗斯的盟友 威胁到了整个欧洲地区的和平 这个问题就在这儿 就是说你美国往乌克兰送武器 送各种东西 现在送了多少东西 帮助乌克兰培训士兵 这些事都不是打仗之后做的 现在慢慢的一点点的暴露出来 美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都在做 往乌克兰送各种武器 然后还交给乌克兰的士兵 培训他们怎么做 他交到美国来去培训他们 塞尔维亚还去了乌克兰去培训他们 对不对 然后你认为这个都是为了和平好 中国要是往塞尔维亚弄两颗导弹 这还不是中国用过去 是塞尔维亚买的 然后你就说 他威胁到了整个欧洲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当年前苏联要往古巴哥导弹 你也觉得他威胁了北美的安全和稳定 对不对 你往乌克兰扔武器的时候 你怎么不觉得威胁到了俄罗斯的安全和稳定 对不对 你看俄罗斯不让你往乌克兰弄武器打起来了 你就说都是俄罗斯混蛋 俄罗斯混蛋王八蛋 丧心病狂 不对 对不对 那这个前苏联往古巴 这当然这是62年的 那现在中国往塞尔维亚来了 对不对 那中国就说 那你美国可以往乌克兰搞 我们怎么就不能搞的 对不对 我们愿意卖给他 塞尔维亚愿意买 你请我愿 然后你说威胁 你现在好意思吗 对吧 你现在问题在这就是说 他不好意思 说不行 你知道吗 但是他反正就是威胁恐吓 但那你动手吧 对不对 乌克兰弄了你美国的导弹 俄罗斯把他打了 那你美国怎么着 要不要再继续轰炸塞尔维亚 以前其实打过塞尔维亚 当时那时候还是 那个时候叫什么来着 我想不起来 不还轰炸他 他后来改名字了 但就说一手一手 想不起来了 但是以前打过他 后面打不打呢 咱们不知道 没准 我看这样子 没准 每个过两天 一看我们也来了 对不对 你们往乌克兰 各颗导弹 俄罗斯打他 你们中国往塞尔维亚 卖导弹 我也来打塞尔维亚 当然这个开玩笑 我觉得美国不好意思这么干 你天天指责普京 指责俄罗斯 现在同样的事 你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反正感谢拜登主席 好不好 你看习近平终于高兴坏了 然后我再跟你说 乌克兰最近发明出来一个新词 专门来嘲讽 法国总统马克龙 乌克兰说 说马克龙与莫斯科的妥协 说马克龙对俄乌冲突 表现的缺乏实际行动 波兰总理也在骂马克龙 但是马克龙说 你们这么搞 就是因为现在大选 你们就要为了影响大选 我告诉你 马克龙如果真下去了 把勒伯昂选上来 你们不见得有好处 我不知道 泽贤斯基是怎么想的 乌克兰希望法国能采取更多的行动 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 并对俄罗斯实施更多的制裁 但是我觉得不是通过你这么去羞辱马克龙 打到的 马克龙对你的帮助算是很大 如果真的把极右翼的换上来 你们可能日子更难过 然后还有德国总统 施泰因麦尔打算 本来打算访问基普 支持乌克兰 结果他怎么着 泽贤斯基拒绝让施泰因麦尔去乌克兰 照着脸上给了一嘴巴 这个嘴巴打了响 那么乌克兰对于德国盛民党的俄罗斯政策不满 但是德国的议员现在战船都在骂 所以说这太过分了 他说施泰因麦尔是民主国家的民选的国家元首 拒绝他的来访是一种外交羞辱 说这等于就是说真的是跟给了我们一个嘴巴差不多 那怎么能这么干 太不像话了 说是自民党联邦议院的副议长库比斯基说 说无法想象一个有自民党参与的政府总理 会前访一个宣布德国国家元首 为不受欢迎人的国家 怎么回事呢 他们不忘德国总统去 他们欢迎德国总理去 那他现在他们联邦议院的副议长 就呼吁总理不要去 说他既然说我们国家元首是不受欢迎的人 那么你怎么 你这个总理怎么能去呢 说你也不能去 说泽连斯基以这样的方式 羞辱施泰因麦尔是非常不明智的 绿党外事政策发言人特里廷要求 要求乌克兰收回对德国国家元首 施泰因麦尔的羞辱 要把它收回去 说他是刚刚才被民选选出来的德国国家元首 你把它列为是不受欢迎的人物 这对普京来讲是一个最大的好消息 是一个很大的宣传的成果 他说如果人们想要分裂欧洲的话 那么现在就只需要按照泽连斯基这么做就可以了 泽连斯基做这个事其实是非常的不明智 这边的羞辱 马克龙这边又羞辱了德国总统 泽连斯基他这个人 我觉得政治上来讲不算是一个特别诚实 真的我觉得乌克兰能够进入这场战争 都是被泽连斯基拉进去的 而泽连斯基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给我一种感觉 他现在想把整个欧洲 想把整个北约都拖进这场战争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现在不光要给乌克兰带来一场战争 还要给北约给欧洲带来战争 然后德国玩命的再增加军备 日本再增加军备 日本还要搞什么据说什么 暗门进展不说要让在日本安装核武器 习近平现在玩命的再扩张核武器 然后还往欧洲卖脚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我看第三次世界大战 真的就像以前美国驻联合国前大使说的 第三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已经打响 我觉得还是川普说的一句话 美国如果有一个不称职的总统 对全世界都是一种威胁 好吧 这些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